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丰富的经验 最重要的是和客户能够和平相处 薪资一万 你可以的 一万 我也算是楼下猫开的高级陪护吧 应付这点应该没问题 房间这么乱 我要不要收拾呢 到下 它去人 看 不见了 好想 糟了 他要干什么 别过来 别过来 是他比我更好看 今天管家不用来了 是谁 对不起 我不知道今天有人在家 无事来应聘呢 我立刻就走 郑主 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这是我家 我没通知过任何人来 说 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真的是介绍人让我来这儿的 不信你跟他说 我没兴趣找保姆 你是自己走 还是我请你走 他好傻呢 行 让我走可以 莫菲报销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 索言 他是谁 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过问 索言 我真的只是关心你 这些人都是为了钱来的 来理你清楚吗 这位小姐 请问你是在说我吗 不也是 索言 我才是那个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要不我先走了 你们俩 拿了钱就想走 你真是不要 不劳你费心了 这是我先请的管家 我很喜欢 没什么事的话 秦小姐可以离开了 你不是说我 你 去把衣柜里第二层的衣服 给我拿出来披上 哦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 照顾好 则言 别生出一些不该有的心思 则言 这是我炖的鸡汤 晚点我会跟伯木打电话的 告诉她别担心 那我先走了 这不过是狼窝吧 我还是拿了钱赶紧撤 嗯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可是很贵的 你要想清楚 在原有的工资上给你翻一倍 合约负责三条 第一 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 第二 随叫随到 第三 如果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你还要充当起我女朋友的职责 由你我就够烦了 我不想出现第二个不相干的人过来添麻 那我不冲专业挡电牌了 小废话 试用期一个月 明天七点之前到 如果出现刚才那种情况 你还要充当起我女朋友的职责 那我不冲专业挡电牌了 小废话 试用期一个月 明天七点之前到 翻译变责就是 两万 那没钱过去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叫夏悠 是一个平平无体的打工人 因为我都独归老爸 我没有生费 所以我一直都在还债的路上 喂 陈子 我告诉你 我找到了通往财富的大门 我扯 这都很坏 你把那个拿这儿来 经理 能不能把我这几天的工钱借一下 我之后可能不来了 你的工资昨天已经被你霸凌走了 正好你过来 我也不用通知你了 你已经被解雇了 别人都是坑爹 我怎么老被跌坑啊 你知道了 好的 喂 橙子 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他这么毒蛇呀 不然这种好事 怎么会落在我们头上 这太难搞了吧 一个月顶几个月的工资 难伺候就难伺候吧 谁让他是地主呢 缝隙口门运到 林子处的折衡压歪了 我很好奇你到底还能做好什么事 还有 你有了解过我今天出席什么活动吗 行程表有看吗 功课不做的话 等着我来做 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 十倍为悦紧 你看着办 还有这么多附加条例 果然资本家都是吸血鬼 现在就去 顺便把午饭准备一下 好的 比翼双飞 红烧鸡翅 调料比例失衡 下一道 细油双姜 水煮河虾 没有姜味 下一道 请家炒肉 不喜欢 撤了 你不吃了 这是人吃的吗 那多浪费啊 浪费 拿去喂猪吧 拿去喂猪 拿去喂猪 他不就在说我是 紫妍 你给我等着 你的咖啡 林总 我来汇报一下 本集图各个分公司收支账目 以及餐饮管理研发的最新提案 他还会什么 想用速溶咖啡红 你是不会用咖啡机吗 识字的话 就不用我从说明书就起了 他从中间干嘛 花露水味道太浓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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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 看你还能嘚瑟多久 泼鞋的位置变了几个 喂 李秘书 我就是有点事情想问你一下 林泽源 不不 林总 她对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不是 我看她最近饭吃得比较少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们林总嘴很挑荡 林总讨厌青椒 不吃香菜 好像就连香菇也不习惯 真的好吃 你要是有良心的话 就别说是我说的 哎呀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是你说的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哎 对了 我看林泽源 她对家里好像特别熟悉 好像能看得见一样 那是因为家里的位置都是按照林总习惯来设计的 每一件东西都丝毫不差 嗯 我说呢 跟开了挂一样 这是新的材食 你尝一下 天油加醋的味道应该不错吧 夏勇 看来你的工资是不想要的 你尝出来是什么味道了吗 除非我味觉是零 对不起 想死还敢 这个味道处理的意外很干净 如果仅仅是凭手感受的 那可以说是很有挑战 看来想完全改变味道还是太难了 我自己也始至换个方法是否 他果然是君子 看来我才以不会有方 classic ディオ 这是谁 喔 on on 。 拿开窗户给他透透气吧 他这是怎么了 其实银子眼闭上嘴还是挺好看的 林总 下游被小报拍到灯上热搜了 现在舆论四起 好看吗 好看 不是 明明就是误会嘛 启超 换衣服 你现在还有闲心打扮 我是说你 换衣服跟我去公司 三弟 帮我干嘛 这不是林总的绯闻女友吗 怎么带公司呢 都带出来了呀 你看 是不是他 是不是微博热搜那个 林总 三弟他想约你见一面 好像是借这次绯闻来替上次钱的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别管他 愿意的就让他等去吧 那个 要不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帮我泡杯咖啡 你不用看他 给他多个胆子也不会让你互来 我就是说他根本没瞎吧 夏小姐 你刚才吓死我了 你先在这坐一下哪都别去了 我就给你倒杯咖啡 我已经在锁来咖啡馆 我已经在锁来咖啡馆 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你那边怎么搞的 再不来 我可就去你们公司了 林总 夏小姐不见了 林总 夏小姐不见了 没事 我知道了 你好 请问是三弟小姐吗 你好 请问是三弟小姐吗 好险 我以为秦乐乐已经够疯了 没想到林泽妍身边根本没有正常人 你和泽妍是什么关系 你看不出来吗 你这不知廉恥的女人 你就是为了钱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 我看你的公关通稿上 你承认得挺痛快的 彼此彼此 我们还是有感情的 要不是因为责言太忙 能轮得到你这个女人 可是据我所知 你的绯闻都可以出一门斩门叫成了吧 喂 李记者 拍到了吧 衣服两千六百八 裙子五百八 精神损失费 两千六 一共五千块钱 你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治不了林泽妍 我还治不了你了 你又是谁 我呀 我是你的粉丝 刚才你真的拍了吗 骗傻子的把心捏心 有点意思 那林泽妍是怎么受得了你这张嘴的 没办法呀 给钱了是吧 等等 你认识林泽妍 看样子还不笨吗 哎 小雅 你叫什么 我赶时间 外套谢了 给我个联系方式吧 下次有机会还你 哎 等一下 如果下次我还有兼职工作的话 第一个想着你 没问题 给你个友情价 搬着 泽妍 诺龙都跟我说了 怎么说 她也是你的未婚妻呀 她是你们选的 不是我选的 就凭她当年救了你 我可不想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所以你们就找个人监视我 叫人去是我的意思 但也是为了照顾你呀 我还要开会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挂吧 我只是去照顾病人的 莫名其妙地上了热搜 她被她前女友泼了一身咖啡 怎么这么倒霉呀 要不 你还是换个工作吧 这样下去 也不是长久之计 钱了卖身契合约 要是违约的话 得赔十倍工资 如果 你不想 而且 我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 专号资本主义羊毛 哎等一下 我先记录一下 我准备写一场豪门大戏 让人叫紫叶地看看 什么叫做艺术 对了也要 别生气 晚上带你八五七去 走 可能林家大少爷 现在改口味了是吧 听说家里养了只小眼猫 都等得情不藏娇了 你什么时候让我见见 你们家那只笑 你等会儿啊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没事吧 没事 你一个人 我朋友呢 我刚刚上厕所 你和我朋友呢 夏佑 夏佑你在哪 这名字怎么这么儿子 可不是咖啡厅 大战前女友的老艺术家吗 好家伙地球 果然是原罪 最就是你闺蜜啊 我认识 她可是个妙子 既然她想这么有缘分 我请你喝一杯吧 林总 这是上半年的工资业务情况 还有些文件需要您签字 把这最近几个月的市场走向汇总 然后分析下半年走势 这点接下来就没做 好的 林总 这杯子的位置放得很 这个女人虽然性格只熬贪彩 脑袋也不理光 但最起码还在有优点 起码能坚持到现在 林总 我们收到消息 商会长要给她的小女朋友 办个小型生日会 这应该是搭上会里长 这条线的最好时机 你看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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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门 急事 又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啊 大哥我在催港后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点喘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点喘 去的空間嗎 一個生日會去不去不去 如果這次宴會帶夏優去 在嗎在嗎 讓我逮到了吧小小民 哼 小小小 喂 夏優 我凌晨 有個事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呢 沒空 有成的 嘿嘿好朋友 那把你的地址翻給我吧 肉體 今天他就交給你了 好的 哎呀我還是第一次等一個女人的化妝化這麼久啊 千萬別讓我失望哦 嗯 什麼 什么来的 不知道呀 为什么之前没有见过 该不会是会长的亲戚吧 林总 林晨身边的女爸 好像是下周的 苏妍 我们去林总那边经个酒吧 到个去林晨那里 你在哪儿 给我打点钱 爸 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要是还想我活着 就赶紧把钱打过来 下优势了 有钱还钱 没钱留下你爸一只手 多少钱 把卡号报给我 顺便告诉他 以后 就算他在外面被人打死 也跟我没半点关系 下优 这个女的怎么阴魂不散呢 还真是为了钓鱼 不择手段啊 她知道是你的生日会吗 什么场合都干闯 真不知道自己几经几理啊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怎么溜进来的 怎么又是你啊 我来这关你屁事 一个佣人都敢溜出来参加聚会 不得不说有点本事 你们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士 也不过如此嘛 一副没说过教育的样子 原来是跟在林泽妍身边的人呐 林总真是身残至尖啊 佩服佩服 这都吓得去嘴 怪不得临时风中持紧 三弟姐 您说是吗 赵总 你说得对 在某些方面 林泽妍确实不如你 哈哈 你也承认了吧 你们都听听都听听 林泽妍的小情人叛变了 怎么 要不要考虑跟我 吹牛不打草稿 林泽妍确实许认 你算什么东西 吹牛不打草稿 林泽妍确实学不来 你算什么东西 吹牛不打草稿 泽妍 我们一起回家吧 别打扰三弟和会长二位事件 先生 会长 我是不是给他惹麻烦了 你那个小野猫 你太机报了 什么话都敢说 我都按不住他 太活道了 就是啊 那个疯子连我都不想和他硬钢 我说宁言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居然敢把他带过来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这不是一时好奇吗 想把你气息那个秦大小姐 我跟你放心啊 下次不会再犯了 这么晚才回来 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吗 行 算我多管闲事 以后这种多余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再做 别碍说什么说什么 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出头 我心里是怎样小的 因为可能的我 还是你 再来 还有 那个男人是谁 成子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呀 他好像去了三连书店举办的新书签售现场了 成子 好巧呀 你也来看新书啊 是挺巧的 你也是自己的粉丝吗 我才能自我介绍 其实我是个作家 笔名字业 不是 我不喜欢他 文笔夸张 措辞英俗 他写的东西 只能用来评评小姑娘 你不喜欢他呀 挺讨厌的 你有读过他写的东西吗 有啊 你感觉怎么样 还行呢 你喜欢就好 其实吧 细毒品品 真不擦听 深度不够 用词浅薄 你也这样觉得 那你怎么还来看他的新书 我就想看看 他到底写的有多差呀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特殊爱好 既然这么有缘分 那咱来一起看呗 不是 我是来看另一个作者的 你看 好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用准备了 我直接去公司 那话怎么一直展现啊 别烦我 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书卖不出去了吗 秦小姐有什么事吗 您做颜可 跟你说 谢谢 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 我是来找你谈合作的 我们之间 有什么可了解 我就是一个写书的 不错 像 悠悠 你火了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 我把你在这里 做甜点的视频 发到网上 点击量相当不错呢 向悠 要不你再帮我拍几期 正好这个栏目 也是我的主编 转点外快也不错呀 行 我建议下一期 咱们可以先拍那个 伴手自明太鱼 哦 对对对 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说 这道菜得心一手了吗 毕竟被人挑剔了那么久 肯定有所长进 好 那就拍这个 是时候拿出来秀一把了 食材要新鲜 鲜味必须保护 处理是要两度 最好精准给你食材 头感更不错 无愧了 林泽妍 厨艺好像精进了不少 也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 倒是一副顺人物尽的模样 怎么了 是不是有心事 有话直说可是你的优点 憋在心里可不好哦 也是 一点都不像我 来 怎么这么黑啊 这是什么 摸够了吗 摸够了把门带着 我哥哥干了什么 林泽妍 我想跟你聊一下 好 不如我们出去吃吧 我知道有一家店 特别不错 很适合聊天 林总眼觉受伤后 几乎从不会踏足任何陌生的地方 夏佑 你怎么总是口无遮拦不长记性 旧恨还没忘忧天心仇 那个我其实突然想到在家里就挺好的 大晚上的也不方便 夏佑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里吗 我最喜欢你的地方 是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不会因为我看不见 就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 以前不会 我希望以后也不会 那你可要抓紧我 小心我把你丢在街边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当然 绝对美味 绝对一绝 特别好吃 老板娘 给我来一份炸鸡排 再来两份烤肉面 好嘞 油烟味这么重 卫生肯定不达标 而且人多又嘈杂 要不我们还是 怎么样 好吃吗 马马虎虎 还能吃吧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尝尝这个 这可是他们家的招牌菜 特别特别好吃 保证你吃过了之后念念不忘 吃过了还想吃 要不我们拍张合照吧 就纪念一下第一次吃路边摊 不要 来嘛来嘛 我们来拍张照片嘛 男朋友真帅啊 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再尝尝这个 特别好吃 你再尝尝这个 特别好吃 你再尝尝这个 特别好吃 小幕队 我 比我帅 这个大明星 有一些小命 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炸鸡排真的很好吃 对吧 我就说特别好吃 那我之前没来过也是第一次 下次我们再来好不好 好 还有人抢包 姐姐快给我看 夏佑 夏佑你怎么了 夏佑 林总 昨天的劫匪已经被警察抓捕归案了 嗯 知道了 林总 刚才的创役提案您觉得怎么样 哦 我知道了 林总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呀 有话快说 行 那我先说坏消息 这个坏消息就是呢 你的未婚妻又出来搞事情了 她这次找我帮忙让我支走夏佑 顺便攻略一下你的心 待遇非常的丰厚 看来她还不太了解你啊 不过我要采访一下你 这么多女生为你大打出手 林总 作何感想 别拿我和你比 行 那这样 我觉得夏佑这个人挺不错的 要不我约一下他 好消息是什么 这个好消息就是嘛 我来了不就是好消息吗 没感觉到澎壁生辉吗 喂 保安 上来一下 别呀 我跟你说个正事 你觉得夏佑这个人怎么样 我还有事 你可以先走吗 哎呀 要想知道女孩子的心思 就要知道她的反应 比如说 美色诱惑呀 近距离接触呀 你只要发现她有下意识的反应 估计你就有信了 我还有事 先走吧 别呀 你说我在这吧 我还能给你吃个招 你知道吗 夏佑最近搞了个美食栏目 哎呀 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这样的活动了 争取各路吃货 激发一下灵感嘛 对吧 我们那筹码开得高一点 还怕有人不参加嘛 这叫什么呀 集思广义 这么好的机会 既可以给夏佑提供机会 又可以好好的宣传一把公司 一键双雕啊 哎 创意美式比赛 有兴趣参与吗 要想知道女孩子的心思 就要看她下意识的话 嗯 家里空调是不是坏了 怎么这么热啊 没有啊 她要干嘛 哎呀 今天就是眼哪吐心啊 你感觉起着有渣 别看别看 这就是空空就是色 哎呦 都是肉吗 什么有药 你 怎么啦 眼睛疼吗 嗯 喂 夏佑你在哪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你在说什么呢 那就好那就好 发生什么事了吗 伯父刚才 过来找我借钱说你 你出事了 着急用钱 他难了你多少 你为什么背着我向城墓借钱 你躲个屁啊 我本来都快翻本了 就差一点点 你以后不要以我的名义四处借钱 要不是因为妈妈 你以为我会管你吗 以后你在外面 无论要死要活 都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等会儿 走 快打开 我快打开 回来 我快打开 我快打开 干杯 这人好像下腰了 你一定是眼花了 这就是下腰了 他怎么在这儿 零泽营之后了 那也算了完事了 原来是 draw 两天人 他是说 干净 叫做 你 i be crazy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真不是我带他去的 纯粹是个意外 这个机酒药这是人 我有事 别怕我我还能喝 你吃饭 疼 哪里疼 这里 你没吃饭吗 就是这么爽 用户暂时 这点血路做不好 来吃药 我不吃 我不吃 听话 妈妈 你为什么时候站得好啊 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肚好疼啊 我怎么在这 我昨天是去挣钱来着 不会吧 我真是做大死 林子爷现在不会想杀了我吧 喂 喂 橙子 你说 一个大魔王突然对小绵羊特别好 这是为什么 养成细牌 养肥了好下口 天剧的脑洞都这么大吗 对了 我决定参加那个创业美食比赛了 我一直都相信你可以的 我有个朋友 是 我说你叫我 你不见得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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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 胡子 你不见得了好 我走 你不见得了好 你不见得好 我又不见得好 你不见得好 恢复的比想象中要好许多 继续保持 今天怎么没见你女朋友过来 往常不都是她陪着你吗 请订阅一下 多中文字幕 李宗盛 理宗监 耶 您好 签 我 小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样 没怎么样 没怎么样 怎么 美男机不好用什么 那这样 那我们就试试欲擒故纵 你平时就多刷刷存在感 等他习惯了 就对他爱他不理的 我就不相信了 他还能逃过我的手掌心 你的手掌心 你这个朋友的老板挺厉害呀 欲擒故纵的本事都使出来了 三十六计你听说过吗 以退为进 给我装糊涂 你朋友 叫你朋友装糊涂 我最近做了个新菜 帮我试一下吧 没空 帮我试一下嘛 忙呢 哎呀帮我试一下嘛 坐 豆腐味道太重 不适合做甜点 按照林泽妍的建议改进 应该可以赢得比赛吧 太辣 没有口感 下次再做这么难吃 扣工资 知道了 这人也太调剔了吧 为了美食大赛 我忍 美食大赛 现在开始 下游小组 第一轮比赛晋级 现在开始 第二轮 晋级赛 这把下游的食材 给我动点手 马里 绷了 很荣幸 各位能参加这次总决赛 比赛开始 再次强调一点 为了保证 本次比赛的公平 本次比赛 不能够使用 除餐厅准备的东西之外的食材 否则 取消资格 承沐 你看见糖了吗 没有哎 没有糖 那我们的菜 没办法做那么美味了 不行 我一定要得第一 比赛结束 林总 这是评选的最后两道菜 第一道菜 玉带千丝 这道玉带千丝 创意新颖 敢于食材之间的搭配 将食材之间的味道 均衡淡滑 还带着丝丝甜味 不过 这不应该是糖带来的味道 第二道菜 展翅翱翔 这道展翅翱翔 腻浓而不腻 我滑口 往后把握不错 可以说将鸡翅的精髓 都拿你到我 那你这一票是 我宣布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是 下优 那你这一票是 宣布 玉带千丝 你 干吗 你 我 我 我 老师交代吧 上次的比赛 你是不是暗箱操作了呀 这个味道 也只有他才做得出 你笑就代表你默认了 你不说话 就代表这个事情有问题 你朋友的事 处理得怎么样了 比赛前还对我 不是 对我朋友爱搭不理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老在我面前瞎话 说吧 有什么新进展吗 没什么进展 没什么进展 你看你胸前这条领带 一看就不超过五百块钱 肯定是踏售的 不过看你的样子 应该不是特别顺的 你告诉你朋友 沉住气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是三十六计反课为主 看样子 应该是猜透咱们的计谋 趁早离开为好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不简单 这么大个人了 还能把自己弄感冒 怎么这么烫 你赶快躺好 我给你冲一杯感冒药去 你怎么来了 听橙子说你生病了是吗 我来给你送点鸡汤 也好得快一点不是 那你进来吧 来 还是你靠谱 橙子那家伙都不知道来看我 好喝吗 这鸡汤怎么炖的 这么好喝 橙木是吧 时间不早了 下游该休息了 如果你想让他好得快一点 就先回去 恕不远送 你干嘛 我只是 你 你 哎呀 这个季节怎么还能感冒呢 听说 前两天下游也感冒了 你们两个该不会是 嗨嗨嗨 别个骗 那我走 那我走 我头晕 我头晕 你不是故意装可怜的吧 我是真的可怜 橙子 你一直在弄得 过来 我死定了 我死定了 可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能保证像亲妹妹一样照顾她 之前没有明确拒绝 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喜欢的人 现在有了 所以我必须要和秦罗罗划清界限 恩情是恩情 感情是感情 不能混为一谈 夏勇 我刚刚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 我的眼睛 之后 才是他的眼睛 然后才是的 我还没得新牌 还是说 我还没得新牌 快到新牌 温度计看一下 情况有点严重 需要打针 乖 一下就好 要不然病会更严重 那你好了 姐姐给你做好吃的 原来林子原来有这么小孩子的一面 不是吧 他们两个还真的走到一块去了 真是不可思议 我 我还真不知道呢 应该写得挺烂的吧 是啊 不过它频率倒是挺快的嘛 喂 无边姐 我这里有一个美食参赛作品 非常不错 希望你这边能够出一档美食评论 顺便把菜谱的信息公布到网络上 下幽 看你这次怎么解释 应该是这里 没错吧 我不是来找林泽妍的 我是来找你的 我跟秦小姐应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吧 就因为你那个比赛 林泽妍马上就要被公司踢出董事会了 你知道吗 你是什么意思 看来你不知道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多呀 林泽妍把你保护得像个废物 你凭什么站在他身边 你跟我 就是为了说这个 婚姻是两个家族的事 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我是他的恩人 就冲这一点林氏绝不会放弃我 林泽妍也不会忘记我 你要是为了钱的话 我劝你趁早离开 我是一定会跟他结婚的 我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参加创意美食展 为了梦想吗 我凭自己努力挣的钱 有什么不对吗 你难道不知道美食展是林泽妍公司举办的吗 你在赛场上使得小手段 当真没人知道吗 林泽妍最讨厌撒谎的人 你说他如果知道事情的身相 他会怎么想 有没有兴趣猜一猜 林泽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个比赛是子公司举办的 是因为不信任我 为什么他会知道实财的真相 夏佑怎么去了那么久 还不回来 我替母亲拿点药 司机已经到了 我就不陪你回去了 哎呀 我的林大少爷呀 刚才是不是演了一出 后宫争斗大戏呀 什么争斗大戏 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那个秦洛洛气势汹汹走出医院了 赛言给我打电话了 喂赛言 秦洛洛 你有事就直接对我说 趁我还有好脸色 把深长的手指收回去 不要动作 该动人 否则我会让整个起 赛言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姑母 赛言又给我耍小脾气 林总 夏优的创意餐品登头条了 有人爆出下游这道菜的食材 不是餐厅提供的 好多人都在质疑下游的资质 和大赛的公正性 我要怎么跟林总要说这件事 我师父跟他说 爸你怎么在这里 有你爸爸点钱 我都差一把就翻盘了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你接我 我就这么多了 我就这么多了 这么点啊 这这里都住的是不好啊 你就这么傻瓜俩总 就把我打发了呀 爸你放开我 别碰他 要钱是吧 拿去 那也多谢 对呀对不起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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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 他就是个无底洞还不起的 不需要你还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我有个毒鬼父亲 还是病重的母亲 民则言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过得无忧无虑 钱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难道不是我的钱就可以了 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 这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就去参加比赛 就可以没有底线 比赛是因为 我本来以为你不一样 现在发现你和那些人 也没什么区别 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做一样的事 好巧啊 每次在我身心的时候 都可以出现 是啊 我很好 走带你去个地方 记不记得 怎么以前 经常翻墙过来玩 时间 过得真快了 丑木 你说 我们未来 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吗 其实我想要的 就在身边 你 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那个秦洛洛气势汹汹走出医院了 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 这是我的底线 帮我拆一下微博背后的最近操作者 到底是谁 谢谢你开导我 我心情好多了 要不 今天别回去了 这是我的工作 迟到我都要面对不熟 你刚才去哪儿了 林总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晚餐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你 请问我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该让你难过 我只是希望在我身边 你可以永远做自己 你 怎么 反悔了 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还是个病人 你想谋杀亲夫吗 你放心吧 你父亲的事情 已经交给秘书去处理 那比赛的事情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这是 我妈让我给她为了二媳妇的 下游 以后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要你有什么用 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只知道哭哭啼啼 秦洛洛 你有事就直接对我说 趁我还有好脸色 把身长的手脚收回去 不要动自己 不该动人 否则我会让整个情节修饰 花钱撤下了热搜 找了秦洛洛 我会让你担心 就是 在你们的情节修饵 有人说 不是 还要做什么 使用 我还要做什么 军民 你对不是 有让巨人 在此 有让她想要 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那你叫林泽演话可说 行 兄弟 干了这边 时间会冲淡一切 真的吗 放心吧 男人的恢复期很快地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诶 我跟你们说啊 不愧是总裁夫人 人不敢包乡啊 哎呦 谁说不是呢 她还摸林总的眼睛 要不要到临时公司旗下的餐厅工作 不要 我不太适合吃软饭 不过 说到美食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做些创意菜 你觉得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像你这么挑剔的人可不多 那我还挺幸运的 有你这么个小麻烦鬼 小麻烦鬼还喜欢我 我眼瞎吗 你 喂 你说什么 你怎么才来 成木要出国 你快去劝劝他吧 成木 你确定要出国吗 我决定 出国深造 我爸催了我很久了 让我去外面 谈一个长期项目 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这么突然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之所以 一直留下来是因为 我有放不下的东西 现在 知道他很好 我也算 没有后顾之忧了 你说的人是 虽然我 但告白是真的 还记得你那天 问我的问题吗 我最真实的 一直就在身边 就是你 谢谢 我已经知道 你的选择了 只是这份心意 还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 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坐舍不离的 如果 我当时勇敢 我一直都相信 你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照顾好自己 什么味道 没事 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手怎么了 对不起 都怪我 春木忘记关火了 没事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发生什么事了 春木 他要出国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出国深造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 就不要难过了 别担心 有我陪着你 你的手 你是怎么自己处理伤口的 我视力 现在恢复了 大概百分之四十 真的吗 照这样下去 那岂不是快要痊愈了 如果你每天亲我一下的话 我会好得更快 其实以你目前的恢复情况来看 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如果想要痊愈 以我们医院目前的情况 这是不太可能的 喂 你们在哪 我马上到 我警告你们 不该动的人不要动 我早就会放过你的 本来不想吓到你 但凌晨突然而失踪 那我们大家一起认识认识好了 我跟凌晨不少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少不少 我知道 但我只给你们十分钟 到了美国要好好生活 注意安全 我会的 走了 拜拜 嗯 我说字怎么不接电话啊 应该可能还在赶稿 你便亲自去找什么 我不准你想别人 以后你的心里脑里只能装我 怎么样 是不是心情舒服很多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你的眼睛能赶紧好起来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我想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别给我装糊涂 我的前女友从这儿 可以排到法国了 赶紧只是玩玩而已 凌晨 你疯了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我要牵扯不相干的人 原来是想救你的小情人 该不会又是你的小书迷吧 看清楚没有 这就是你们子业大大的人凭本性 住手 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个网红了 听到了没有 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个网红了 听到了没有 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个网红了 听到了没有 主要说什么 不行不行 我是个证人君子 死即是宽宽即是死 郑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呢 林总 我这有份文件 是下游得冠金的事 又被挖了出来 还被诬陷 无中生有的事 调查清楚就好了 上面有下游爸爸的签名 这是相当于已经坐实了 就怕我们再怎么调查 也只会被人说造假 处理不好的话 恐怕夏小姐会有牢狱之灾 给我查清楚 到底谁搞的小动作 林总 夏小姐出事了 夏小姐并无大碍 只是受到些惊吓 休息几天就好 还好送来医院比较及时 林总 这是您让我查的文件 现场还找到了这个 应该是背后的人留下的 林总很聪明 不必猜我们是谁 我们只是拿钱办事 这次只是个小小的情形 不过还久 这次是什么地方 下次 不这么简单吧 我这在哪儿 虫子 你去哪儿啊 你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没有一句真话 这么耍我好玩吗 我就一个普通人 请你以后别再插足我的生活的好不好 等等 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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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说的话是故意骗她的 我是怕你受伤 是女人 是女人 我是最破ise的 是女人 但是我一定是女人 就通过了 我应该是我 是我 我也是她 那是女人 我妈是女人 你不不肆 那就拜托你了 你不肆 era 我妈是女人 你不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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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是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什么条件 只要你答应 你妈妈的病 我也是可以想办法找人治好 你自己选吧 可别告诉林泽妍哦 这可是我们的小秘密 别担心 明天的手术会成功的 等我手术之后 以后你可要好好陪我 索言 我找到可以治你眼睛的方法了 你的眼睛可以恢复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模样了 没想到韩院长竟然在眼科方面又有所突破 等我眼睛好了以后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一定会好的 你脖子上的项链是给连家女主人的 你既然戴了 就不能返回 等明天手术成功 我一定会第一个为你摘到沙布 让你好好看看我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班员计划进行 好的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里吗 也会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你的眼睛会赶紧好起来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知道扣一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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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手术很长 赶紧接还是要注意休息 不好护理 我可愿意不动啊 下游家里出了点事情 没来得及跟你说 放心 后两天就回来了 你想会 下小小大复制 收拾一下 不要出院 你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出院 你现在需要休息 下游家里 太多了 夏優 知不知道 我睁開眼第一個想看的本人就是你 不論如何 我一定會知道 到底什麼情況 一群廢物 林總 我們本是按著原計劃跟著夏小姐 我不想聽理由 找不到夏優 你們全都去非洲沙漠種樹 一個都別回來 滾 是 林總 聊聊吧 聊什麼 別以為我不知道夏優去哪裡了 是你做的手腳吧 說不說 關我什麼事 不說的話也行 如果林家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話 你還會成為責嚴的未婚區嗎 我承認我是給她提了一點建議 但是我只是想讓林責嚴留在我身邊而已 至於夏優去了哪兒 我也不知道 夏優已經讓她好了 避開了林責嚴的人 現在已經去了 可以了 我不需要知道她現在去了哪兒 我只需要她以後不要再出現在林責嚴身邊 怎麼樣 是不是心情舒服很高 哦 耶耶耶 耶耶 鯊 左眼 民贬的 你願意看這樣一個小網紅都不願意看看我是嗎 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到底做錯什麼了你要這樣對我 你到底想怎樣 我都可以答应 只有一条 别忘掉我回去 林泽妍你会有报应的 你永远也别想找到夏佣 亲爱的橙子 我一切都好 国外的饭真是太难吃了 原来你是为了妈妈和林泽妍 才答应了秦洛洛的条件 选择出国的呀 现在才告诉我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对不起橙子 你别告诉别人啊 好了好了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你放心吧 那你什么时候回国呀 我夏天月准备结婚 还想着你当伴娘呢 出国都这么久 你有没有什么情况呀 阿成在我国 这边突然有点失先不了了 总是这样 你还没聊两句就有事 真心 总裁的脾气比起三年前的传闻 有过者无不及啊 而且那出席公共场合啊 什么聚会啊 那身边的女伴 从来没有一个能出现两次以上 对了 我有好几次 路过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看见总裁桌子上 放了一张女人的照片 是不是总裁 还没有忘记那个夏佣啊 林总来了 夏佣你在哪里 我维持着生活中的一切已成不变 希望你再见到我的时候 不会觉得陌生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 我还想你 帮我去外面 林总 文件的事情查清楚了 是 是秦洛洛 刚把夏佣的爸爸安排到了别处 我目前还没查清楚 估计是想威胁夏佣小姐 帮忙做什么事情 公司这边的内鬼查出来了吗 种种线索指向了集团里的赵总 之前 有话直说 之前夏佣小姐受伤 好像跟她有关 夏佣 你到底在哪 什么 你回国了 什么 给我当半年 对啊 我是快结婚了 不对 这不是重点 你之前不是说你不回来了吗 你不是不想见那谁吗 你确定这样行吗 哎呀 你就放心吧 那个化妆时间秒不是发给我了吗 对了别忘了 姐妹是必须上跟着妆 必须姐妹大护天 应该不会碰到的吧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 宝贝乖 等一下我们去给程子阿姨一个惊喜好不好 什么 你说你没时间 不是我说大哥 咱们俩到底谁结婚呢 你说你是个伴郎夫 还要我配合你时间 没空就是没空 废话真多 我不管了 要不你现在过来 我把地址发给你 就这样 拜拜 喂 你下来吧 我到了 你怎么才到 我等你等到现在了 喂 诚子 你找我有事是吧 我现在回来啊 你过得还好吗 你还是这么不会聊天 这个 是你的孩子吗 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找你半天了 凌晨你在搞什么 那个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 诚子 等你好久了 我们一起走吧 这是 小言 小阿姨 陈子 陈子阿姨好 你和谁耍不大 吃饭的都不如你嘴 叔叔好 爹地好 你为什么叫我爸爸 妈妈说的 妈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妈妈妈 妈妈还说 爸爸的名字叫 林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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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怎么还不知道好好休息啊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喂 嗯 好好好 嗯 好 我马上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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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妍 程子阿姨带你去玩好不好 不要 夏妍乖 妈妈等会儿就去找你 嗯 走 带你去个地方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真相 你 你都知道了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我只是害怕秦罗罗和公子的事情会伤害到你 毕竟我的眼睛也没有痊愈 所以 我不敢拿你的幸福做赌注 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面对呢 我不敢冒这个钱 你想让你受伤害 我真的很怕 你这是傻子 我还以为你把戒指给别人了 他只属于你 这次说什么也不让你逃了 来 等一下 你信用上那些肥温女友呢 演员 你还找女演员 付钱的那种啊 情演 这期你可要认真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